公元1782年9月的一个清晨,一名男婴降生在紫禁城内,他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,爱新觉罗明宁。 当道光皇帝降生的那一刻,也许他的父亲嘉庆皇帝和他的爷爷乾隆皇帝,谁都没有意识到,这位皇子在未来将要承担的责任与危难。 数十年后,当这位皇子登上皇位军临天下的时候,他和他的王朝所面临的,是中国从未有过的变局。 英吉利的奸船利炮,扣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,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,以清政府丧权辱国,割地赔款为终结。 但是中国的沉沦,却才刚刚开始,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度,身不由己地被拖入了世界的洪流,从而拉开了中国近代大变革的序谷。 那么,要了解这一切,让我们先从道光皇帝的登基开始,去了解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。 辽宁师范大学玉大华教授,做客百家讲台,系列节目,道光与鸦片战争第一集,天将大人,尽请关注。 1782年9月16日,也就是乾隆,47年8月初十日,早晨五六点钟的时候,明宁出生寨,紫禁城北部的协方殿。 太监一流小跑,到乾隆宫,向正在开早朝的乾隆皇帝报喜,说是皇十五子永远的附近,添了个小阿哥,祝贺皇上又多了个孙子。 他添了个小阿哥,有什么稀奇,大呼小叫,成何体统。 太监碰了一鼻子灰,讨了个眉气,灰溜溜走了。 原来啊,乾隆皇帝有一百多个孙子,基本都不认他。 就过年的时候,来拜年,感觉都像一个拇指刻出来似的。 没什么太深印象,一人一个红包,就打发走了。 此外啊,还有一百多个孙子,基本没见过面。 所以乾隆皇帝不当回事,好像也顺理成长。 其实啊,您别看乾隆皇帝表面上没动声色,心里可是乐开了话。 他子孙满他,只有这个孙子与众不同。 为什么呢? 因为他是皇十五子永远的儿子,而永远是他秘密的皇太子。 所以明宁出生,就意味着皇家统系的绵艳不绝啊。 尤其是永远。 永远的长子刚刚夭折,非常悲痛。 乾隆也很为这个事担心,现在赤子出生了,希望又有了。 那么乾隆怎么能不高兴? 只不过永远的太子身份啊,是秘密的。 除了皇帝以外,谁都不知道。 所以呢,只能关起门来啊,透着乐。 明宁的父亲永远,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。 母亲就是后来的孝苏瑞皇后。 明宁是嫡子,说是赤子。 但是他上面这个小哥哥刚刚夭折,所以他实际上就是嫡长子。 明宁后来当皇帝。 史称,有清一代,皇帝嫡出者,只此一地。 大家知道,汉族家法是立嫡长子。 清朝不是不想立嫡长子,而是即使到目前啊,阴差阳错,就立不出个嫡长子来。 明宁在深宫中啊,慢慢长大。 六岁的一天,被太监从睡梦中叫醒,抱进书房。 从此,除了年节,地后生日以外,他都在书房度过。 清朝的皇子皇孙啊,每天早晨四点要进书房。 大家说为什么这么早,那是规定,也谈不上,为什么。 这个时候,天还没亮,老师也没有来。 那么各宫的太监啊,把自己的祖子送到书房之后啊,就在皇子皇孙的朗朗读书生中啊,倚住假妹,再迷糊一会儿,还没睡醒呢。 六点钟,师父来上课,上到下午两点,中间吃一顿饭,然后师父就走了。 皇子皇孙们啊,还要接着学满语,练骑射功夫,直到日落。 为了培养文能安邦定国,武能磁场僵场的接班人,清朝规定了近乎长酷的皇子教育制度。 清朝千家年间著名学者叫赵毅,在军机处职业班啊,经常目睹这一幕。 早晨啊,啊,谈不上早晨啊,早晨啊,那四点的时候,他看到一串一串的灯笼啊, 呃,开始经过龙中门,那他知道是这皇子要上学了。 他曾经感慨地说啊,他说我们这些靠读书挣饭吃的人,还起不了那么早。 何况人家,生下来就有富贵的人,天天如此。 怪不得人家,文武双全,诗书化,样样精通。 他最后说啊,他说,我朝御教之法,岂为历代所无,即三代以沙,一所不吉。 也就是说,中国啊,从有皇帝以来,从来没有这么来教育皇子的,教育到这么阳格的程度。 前龙皇帝啊,还不时抽查,生怕老师们要求的不严格。 就在民宁禁书房的第二年啊,前龙皇帝抽查出问题来了,发现不少老师啊,擅自停课。 于是就把这些停课的老师啊,分别处于降职,革职的处分。 其中满足老师,还格外每人给打了四十大把。 这个事儿轰动了北京啊,为什么呢? 说起来那算是家长打老师了。 当然,前龙皇帝没动手,他派人去打他。 民宁禁书这个事儿很揪心,后来听说,说去打人的人啊,没使劲儿。 象征性的打了几下,不至于很疼,这才稍稍安息。 民宁义文习武十分专心,进步很大。 值得一提的是,民宁不仅汉文基础扎实啊,武功还了得。 在1791年的时候,他随着祖父前龙皇帝去行围,居然设得小鹿一只。 围场之上,欢声雷动。 八十高龄的乾隆老爷爷兴高采烈,赏孙子黄马褂一件,翠玲一只,还给他做了一首诗。 说,十岁的孩子能射死一只小鹿,您信吗? 十岁的孩子胳膊有多长,能把宫开到什么程度,能把剑射多远? 但你要说不可信,清高中十路的记载,那却是有鼻子有眼儿。 说,前龙皇帝如何高兴啊,如何向群臣们炫耀,说自己十二岁设了一头熊,现在孙子十岁设了一头鹿。 那熊是猛兽啊,鹿不是猛兽,当然也够难得的。 毕竟才十岁嘛,实际上要算周岁,才九岁。 我感觉啊,事情的真相啊,可能是这样的。 明宁打猎,身边肯定有四位。 明宁开弓射箭之后啊,四位必然立即开弓或者开枪。 但这个功劳肯定算在明宁的头上。 世卫他不可能懒功,他懒在自己头上也没有用。 他的职责是保护明宁,并把他哄乐呵了。 如果要能连他爷爷也一块哄乐呵了,那就更圆满了。 这是我的猜测,您说是不是。 因为父亲永远身为皇储,明宁在出生的同时就有了继位的可能性。 明宁生于身宫之中,长于妇人之手,一切都按照家法组织在安静平和中度过。 仅有的亮点便是十岁涉鹿的故事。 如果说明宁十岁涉鹿的故事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, 那么另外一件事则使明宁的人生迸发出耀眼光彩。 这又是一件怎样的事呢? 那是嘉庆十八年的事。 在那一年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事。 天理教徒攻打紫禁城。 乾隆晚年,社会矛盾尖锐, 社会上秘密宗教,秘密结社比较多。 天理教就是这其中的一个天理教的首领之一是林卿, 是直立大兴人。 林卿有个念头,想弄个皇帝杠杆。 但是感觉自己实力不足, 于是又联合各地的这个劫色来一起赞助他这个事情。 这样呢,感觉实力好像就差不多了。 然后又经过推算, 推算出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为启示的集齐。 过去啊,人们办什么事啊, 都要看看皇帝, 今天适合于出行, 明天适合于动土。 那么林卿推算这天适合于造反, 大吉大利啊。 这造反很可能能成, 还别说。 天上很快出现了会星, 嘉庆皇帝又跑到成德避暑山庄去了。 经里边啊, 防守空虚, 人心浮动。 林卿信心未争, 决定如期举事。 那么在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, 也就是杨历的一八一三年十月八日, 八日这一天中午, 近百名天理教徒突袭紫禁城的东西两门, 东华门和西华门。 东华门守军反应机密, 立即关闭城门, 只有五名天理教徒冲了进来, 算自投罗法, 很快被守军侵杀, 西路得手了。 有五十多名天理教徒冲进了西华门, 打跑了守军之后啊, 跑上城头, 插上了一面旗帜, 这个旗帜上啊, 有四个字, 叫大名天顺。 后来的历史表明啊, 这个举动很愚蠢, 因为捣鼓半天, 才插上的旗帜啊, 就飘扬了十多分钟, 就让后来赶来的清军给扒掉, 扔下城了。 而天理教徒下了城之后啊, 又发现一个新的难题, 不认识到。 俗话说啊, 深宫是海, 皇帝老爷的那个金鸾宝殿该怎么走, 说怎么走, 这大伙都第一次来, 说真第一次呢, 确实第一次来啊, 不认识。 说那找个人问什么, 说怎么连个人眼都没有呢, 他忘了, 认识到的人呢, 都让他打跑了。 不过向道问题啊, 很快解决, 有两名信奉天理教的太监前来带路, 但事情恰恰坏在这两个太监手里。 他领着天理教徒啊, 走, 过了五营殿, 王北走, 就是内务府, 一想起平日里, 受尽了内务府官员的气啊, 是正好官报私仇, 让他们也尝尝苦头, 于是太监领着天理教的这些哥们啊, 先给内务府来了一顿打扎抢, 打得直弯的内务府大臣, 说哭爹喊啪, 真过瘾, 结果时间又耽误了很多, 等赶到隆中门下的时候, 守门护军闻讯已经关闭了大门, 说叫门, 叫不开, 说越叫越不开, 说壮, 但是这边朱旗大门, 对血肉秩序来说, 那就是铜墙铁壁, 明宁正在上书旁读书, 本来啊, 他随他父亲一同到了成德, 但是奉子提前回京, 正赶上了这场事变, 当时宫里一片混乱, 厚非豪哭, 太监鼠窜, 集合起来的兵力啊, 不到百人, 又不是他来犯者, 人数趋向, 不敢出击, 闻讯赶来的王公大臣, 也一筹莫展, 在这个关头, 民宁就成了众人的核心了, 他做了三个决策, 第一, 找人赶紧出宫啊, 调集援军, 第二, 下令各宫戒严, 第三呢, 让人取来了鸟枪腰刀, 披挂停荡, 站在养心殿的台阶上, 紧张地观察着, 龙宗门是进入内庭的关键, 一旦打开, 内庭各宫, 就任其出入了, 天理教徒啊, 见撞不开门, 决定翻墙入内开门, 民宁听到撞门声, 已经提高了警惕, 抬头一看, 养心殿对面御膳房的房顶啊, 已经占了五六个天理教徒了, 他开枪射击, 打落一人, 赶紧装天弹药准备开第二枪, 慌乱之中, 找不到牵弹, 一把扯下胸前的这个黄金座的钮扣, 塞入枪膛, 再开一枪, 把一个手指白旗, 实在指挥的头目打落, 其他人竟然受到阻击, 纷纷退下阵来, 这个时候啊, 曾远的进军赶到, 在龙宗门外万箭七发, 逃跑不及的天理教徒被射杀在纷飞的箭语之中, 其中一箭射中了龙宗门的扁恶, 明宁令禁军, 乘势在大内收杀, 残余的天理教徒, 然后他到楚秀宫安慰皇后, 让三弟保护妈妈不许离开一步, 然后呢, 在西长街不知警戒, 保护皇后的安全, 再然后, 他给家庆皇帝写奏折, 叫飞赃上咒, 报告的是事变的经过, 回京途中的家庆皇帝, 接到了明宁的奏折, 才知道宫里发生了这么一件大事, 震惊的垂泪, 同时对明宁备家赞养, 称赞明宁说有胆有识, 身相捍卫, 忠孝兼备, 可家之处, 底部能学, 把明宁封为至亲王, 加奉银1.2万两, 明宁当时所用的鸟枪, 刺名威劣, 明宁丧哲谢恩, 得了这么大恩典, 当然要感谢父亲了, 但是明宁说得非常好, 他说, 事在仓处, 又无欲贼之人, 事不由己, 事后欲死欲恐, 显示出一种高贵的态度, 他不老公, 所以尽管家庆皇帝立美立储, 不得而知, 因为那是秘密建筑, 别人当然不知道, 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, 明宁肯定是家庆皇帝的接班人, 家庆有四个儿子, 长子夭折, 明宁是次子, 实际上就是长子, 这是明宁的第一个优势, 那么在剩下的上二日中, 明宁第二个优势是他爵位高, 他是亲王, 那两个弟弟比他爵位都低一级, 第三, 明宁给朝廷立过大功, 那么这样说来, 皇位非民宁莫属了, 而且1819年正月, 嘉庆皇帝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, 派民宁代表他到太庙祭祖, 稍有政治敏感的人都能想到, 这意味着什么,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的, 道光年间, 历制、曹韵、 和宫、 盐物日益成为严峻的社会本体, 尤其是两怀盐物弊端丛生, 当时苏鲁地区的盐宵与四眼贩子关系密切, 七行八市, 那么要想整顿两怀盐物, 道光帝会将此重任交费于水, 这个人的脱颖而出, 对鸦片战争会带来什么影响呢? 辽宁师范大学玉大华教授精彩讲述, 道光与鸦片战争之诚至严肖。 上高人为风, 红卡集团。 零八别克星凯月, 焕然上市。 思念金牌水饺, 好功夫, 好材料, 自然好味道, 让世界尝尝中国的味道, 思念金牌水饺。 进来。 清朝从雍正皇帝开始, 实行秘密立储的家法制度, 在民宁出生时, 父亲永远已经被乾隆皇帝, 秘密为接班人, 也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。 民宁以嫡子的身份身居正位, 再加上有临清之变中的捍卫之功, 在继承皇位上确实有着优势条件。 但是嘉庆皇帝的猝死, 却让这一切变得扑朔迷离。 那么嘉庆皇帝究竟是怎么死的呢? 1820年9月2日, 嘉庆皇帝生命中的最后一天。 早晨5点, 嘉庆皇帝起床批豆子, 批到9点半吃早饭, 吃完饭继续批。 工作到中午, 军机大臣来看他, 拿过嘉庆皇帝批的豆子一看, 立即表示皇帝不能再工作了, 必须休息。 为什么呢? 嘉庆皇帝写的字, 大臣已经不认得了, 说这是汉语啊, 还是蛮语啊, 好像还有点像阿拉伯语, 横着写。 可见嘉庆皇帝思维已出于混沌之中。 这一劝, 嘉庆自己也感觉支撑不住, 于是在太监的参伏下, 上床休息, 这一躺下, 就永远都没有再起来。 应该指出, 这个时候, 嘉庆君臣不是在北京, 是在成德避暑山庄。 到晚上8点钟的时候, 61岁的嘉庆皇帝就把大兴政权, 扔在了崇山峻岭之间的成德, 杀手吸鬼。 当时政府的一半留在北京, 另一半被他带到了这荒郊野岭之地。 天黑的伸手不见无子, 你查日历当时没有月亮。 夜静的只能听到草木之声, 群臣们倉慕结舌, 欲苦无泪, 大清朝开国以来史无前例的一场统治危机, 骤然降临。 嘉庆皇帝使得真蹊强。 在8月中旬的时候, 嘉庆透露出一个口分, 说是要到口外搞一次木兰秋贤。 什么叫木兰秋贤呢? 那就是秋天到木兰围场去打猎。 群臣反对。 反对的理由是口外天寒, 担心皇帝身体不适。 反对呼声很高。 因为在22号这一天, 我说的是阳里有一个大臣, 说手嘴了, 他跟皇帝说, 说您常去打猎啊。 一年两年三年都这么打, 打到围场上基本上就像兔子了。 说咱仓途跋涉去打那么几只兔子, 有什么意思? 嘉庆皇帝大弄, 说什么叫有意思? 说我那是去玩吗? 说木兰秋贤那是训练部队, 搞军事演习。 蒙古王公还要来, 我还得见见他们呢。 涉及到中国北方的稳定问题, 居然说什么, 有没有意思? 说传军机, 把军机大臣叫来, 说发一道上狱, 分口, 谁要是再敢, 提不让我去木兰秋贤, 立直于法, 就是立即用法律制裁他, 这样大家就不说话了, 哎, 这透露出一个信息, 嘉庆皇帝对自己的身体, 完全有信心吗? 要是身体情况不好, 那就不会长途拔车, 去搞什么木兰秋贤了吧。 结果9月1号到承德, 还没有走到围场, 9月2号就死在了避暑山庄了, 死得非常突然, 以致有人说他在承德遭遇雷击神了, 这个说法十分荒唐, 不止一搏, 嘉庆属于猝食无疑啊, 什么病可能导致猝食呢? 让我们分析一下, 当时啊, 嘉庆皇帝处在四种状态之中, 第一, 青石录记载, 嘉庆皇帝天体风雨, 也就是说他比较胖, 第二, 说他去世的三天前啊, 偶感叶蜀, 就是出现中蜀的症状, 头晕头疼, 那这个也很重要, 第三, 此时年过六旬, 在当时属于高粱, 第四呢, 经过长途跋涉, 身体处在兴奋和疲劳之中, 在这种情况下猝食, 那么病因只能有两个, 或者心脏病, 或者脑医学, 从下午发病, 傍晚去世, 去世的前三天出现轻度重暑症状, 头晕头疼来看, 嘉庆皇帝因脑依血而死的可能性非常大, 当时中国人呢, 患高血压的非常罕见, 普遍营养不良, 低血糖, 这血压高不上去, 所以中医啊, 很可能就把他这些症状, 误认为轻度重暑, 等到血压突破血管, 那就神仙都难回天了,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的, 孔子提出了, 是而幽则学, 学而幽则是的主张, 为天下读书人指出了一条道路, 那就是读书做官, 先生也太愚乎了吧, 孔子周游列国, 希望做官从政, 但多数情况下, 只四处困离, 子鹿发脾气, 孔子发狼狮, 那么孔子会错官吗, 他最后当上了官吗, 渐行关注系列节目, 先秦君子百家争鸣第一部, 实话孔子之君子顾雄, 舍与德感悟智慧人生, 舍得酒, 更快, 更强, 更优, 傲优如品, 高度决定事业, 角度改变观念, 尺度把握人生,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, 由上海中式国际广告有限公司, 独家代理, 嘉庆皇帝, 名爱新觉罗永远, 是乾隆皇帝的第十五子, 1795年继位, 1820年猝死, 在位25年, 足年61岁, 葬于清溪陵昌陵, 妙号仁宗, 关于嘉庆皇帝的死, 后世一直莫中一世, 官书记载闪烁其词, 民间流言更是众说纷纭, 玉大华教授根据史料记载分析, 嘉庆皇帝极有可能死于脑溢血, 由于嘉庆皇帝猝死, 陪父亲去承德秋显的明宁继承了皇位, 史称道光皇帝, 那么明宁的祭位是否合理合法呢? 嘉庆皇帝死了, 这是果上, 是天崩地裂的大事, 但是比这个事还大了, 是新一代君主人选的确定, 在嘉庆皇帝猝死的几小时之后, 明宁就继位了, 前面我说呀, 说明宁成为嘉庆接班人的呼声非常高, 但是当这天突然来到的时候, 你总得有一个手续, 有个依据吧, 这样你的继位才合法, 当时是父死子承的家天下, 有两个办法, 或者是老皇帝临终当着群臣的面, 交代, 或者是老皇帝不交代, 那么根据老皇帝生前的立储秘子, 清朝实行秘密建储制度, 由皇帝准备一道死后发生效力的招书, 写上继承人的名字, 然后把它放到绝侠里面, 目前我们中国还保留着一个清朝的绝侠, 这个绝侠是16乘32厘米建方, 8.7厘米厚, 南木子, 无所, 需要封起来, 他贴封条, 那么把这个诏书放到绝侠里面, 贴上封条, 然后放到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边, 一旦大事出, 群臣们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找梯子, 然后扛着梯子, 到这个乾清宫取下绝侠, 有这么一句话, 叫, 宫起绝侠, 宣誓御书, 宫起, 就是大家一起看, 实际上也没法一起看, 大家都看着它, 把它打开, 然后呢, 取出御子, 宣誓御书, 皇帝写让谁干, 谁就干, 嘉庆皇帝临终, 是否当着群臣的面, 交代, 让谁继位呢, 没有啊, 嘉庆皇帝病发突然, 发病之前都没有先兆, 发病后顿时昏迷, 很快死亡, 没有就后事做出任何交代, 那么民邻继位走没走, 第二个程序, 就是宫起绝侠, 宣布立储密子呢, 在此有两个说法, 一个是官方说法, 一个是民间说法, 官方说法是明宁当皇帝之后, 自己搞出来的, 说是嘉庆皇帝临终招大臣, 宫起绝侠, 宣布立储密子, 立民宁, 为皇太子, 然后民宁, 尊子即位, 可以肯定这是谎言, 没有人相信, 史学界啊, 普遍不相信这个说法, 史学界相信那个民间说法, 所以我们着重说一下民间说法, 在明宁当皇帝期间的道光二十年间出现了一个节外生枝的说法, 说嘉庆皇帝死的那天晚上啊, 群臣们找不着绝险, 为此争吵, 收减了一番, 最后在太监那儿找到一个小金盒, 有锁, 没钥子, 最后军级大臣强行开锁, 在河里边发现了立储密子, 这个说法出现在当时在场的首席军级大臣, 带军园的物质民主, 其实我认为这个说法也不可行, 特战太多, 让我们把这个说法的特战给它列举一下, 这个说法第一个特战, 小金盒, 大家想一想, 盒是用来装一些零闪的, 容易被压碎的东西, 没有拿它来装文件, 你们听说过中国古代有文件盒的说法吗? 这是一个破绽, 第二个破绽, 大家注意到强行开锁这个戏机, 我感觉这是个最大的破绽, 因为盒都没有锁, 你们见过戴锁的饭盒, 戴锁的眼镜盒吗? 为什么呢? 能轻易被人拿走的东西, 没有必要安锁, 拿不走的东西才加锁, 加了锁之后, 就不是盒了, 那是锁儿。 第三个破绽, 把一个关系国家命运的文件, 放在一个昂贵的金盒里边, 还交给太监去保管, 多么的不安全。 所以综合这三个特战呢, 我感觉这个说法很不可惜, 而且呢, 要真有这个小金盒, 或者是立储密子的话, 那关系到明宁当皇帝, 合法性的神圣文件, 那肯定是像传家宝一样代代珍藏啊, 但是一百来年谁见到过, 从来没有人见到过吗? 丢了, 还是根本就没有啊, 那要这样说起来, 那就可以, 基本上可以断定了, 在嘉庆皇帝死的当天晚上, 明宁在既没有先皇一命, 也没有立储密子的情况下, 即皇帝位, 阳格点说, 不合法, 当然, 也不能因此, 就说他违反了清王朝的根本利益, 抛开国, 不可一日无君的大道理不论, 当时成德方面, 如果不立新军, 就不能为嘉庆皇帝发伤, 中国历史上皇帝都是, 去世之后都是先立新军, 然后才能发伤, 那么中和各方面考虑, 明宁的呼声很高, 在这种情况下, 群臣和明宁之间, 嚎哭着拉拉扯扯一反, 明宁半推半就, 做到了皇帝的位置上, 死后也从来没有人质疑过, 明宁做皇帝的合法性, 嘉庆皇帝是清朝入官之后, 第一位, 史在北京以外的皇帝, 明宁也成了第一位啊, 在成德继位的君子, 当上皇帝之后啊, 明宁就着急要回北京, 那么在九月十八日, 就是阳历, 这一天啊, 嘉庆皇帝的志工, 从成德弃成, 在阳历的九月二十八日, 嘉庆皇帝志工, 进北京安定门, 闽宁骑着马走在前边, 看到满朝的大臣, 哎呀, 抱头痛苦, 想不到皇帝当年骑着马, 不是当年骑, 这几天前骑着马从这儿走的, 现在抬回来, 资工回到北京, 上次基本上就办完了大半了, 下面要筹备的大事, 就是登基大典, 1820年10月3日, 明宁的登基大典, 在紫禁城举行, 天亮了, 紫禁城一改, 整夜忙碌的这个气氛呢, 变得庄严树木起来, 清朝入关之后, 第五代登基大典即将居新, 大家说明宁是第六代皇帝, 那怎么是第五次登基大典, 谁没搞登基大典, 哎, 嘉庆皇帝没有搞登基大典, 明宁的爸爸, 嘉庆皇帝啊, 当皇帝的时候啊, 自己的爸爸就是乾隆皇帝还活着, 乾隆给他办了个传位大典, 把皇位传给他, 他就是皇上了, 就不能再摆谱去搞什么登基大典, 实际上乾隆皇帝也不可能允许他, 把摆这个谱给他当真了, 所以啊, 这个时候大清朝整整85年没有搞登基大典, 朝廷里活着的人, 没一个人见过, 说登基大典是咋回事, 谁都没见过, 李晨文翻出了尘封土埋的档案, 不断研究, 不断请示, 才敲定了典礼的每一个细节, 这个时候啊, 五门外排列着皇帝的大驾, 大家都站好, 都准备好, 敏宁在哪儿, 敏宁在中和殿, 由内务府大臣, 御前大臣陪同, 等着人来请, 李部尚书在例行公事地检查了全场的准备情况之后啊, 到中和殿, 请敏宁, 即皇帝位, 左皇帝旅府的敏宁, 在四位近臣的错用之下, 缓步走向太和殿, 随着敏宁的脚步, 中国历史即将进入晚清时期, 进入剧烈变革的转型期, 敏宁进入太和殿, 升座继皇帝位, 敏宁宣布, 年号道光, 以明年为道光燃脸, 敏宁继位了, 面对走向衰微的王朝, 他抽搐满字, 像一档宏图, 那么他将会有怎么样的作为呢? 请看下集, 谢谢。 嘉庆二十五年, 也就是一八二零年, 嘉庆帝到塞外避暑山庄, 木兰秋写, 不料第二天, 嘉庆帝却突然猝死在避暑山庄, 国不可一日无君, 这时, 嘉庆的儿子明宁继承了皇位, 成为清朝入关以后, 第六位皇帝, 改年号为道光, 俗话说, 一朝天子, 一朝臣, 那么刚刚即位的道光皇帝, 和先帝时期的大使们, 能够和谐相处吗? 道光的即位, 对以后的鸦片战争, 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? 辽宁师范大学玉大华教授, 精彩讲述, 道光与鸦片战争之一兆风波。